《绿A养生会》 大家好 我是雅琪 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专家 可以说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 大家对他又非常非常的熟悉 没错 让我们掌声有请 首都医科大学著名教授 主任医师 博士生导师 王洪摩教授 欢迎您 王教授 欢迎王教授 王洪摩 首都医科大学著名教授 主任医师 博士生导师 北京市民中医 国家级民中医 国际生物医学特征辨识学会副主席 被誉为当代贬阙 色诊第一人 今天我们也有三位明星嘉宾 做客我们的绿A养生会 欢迎三位好朋友 欢迎大家 来 您现在收看的是 由巴勒士长远指标库 为您特约播出的绿A养生会 其实说到我们人的五官 雅琪 你最先能够想到什么 我觉得就是我们的这张嘴 你看不光是我们说话要用的它 还是吃东西美食 那就全部是由嘴而完成的 很多人会用它来形容人长得漂亮 你看古代人形容人长得美 就说它有一个樱桃小口 说它唇红齿白 所以今天我们要说的健康话题 就和嘴有关 对 那首先我们想请教一下 咱们的王教授 这个嘴唇跟健康有关联 是这样的吗 这个我们脸上的每一个部分 包括我们的颜面五官 实际上都是全身的反应 那么嘴唇实际上也是和内脏密切相关系的 观察嘴唇确实可以全方位的了解我们的健康状况 也可以了解相当一部分疾病 那王教授是被誉为咱们这个色诊第一人 所以我相信说到这个嘴唇的话 我们应该也是通过嘴唇的一个气色 来看出身体的健康情况 对不对 人类的五官在所有动物之中是最漂亮的 因为所有的动物的脸都是尖的 嘴在最前边 这样方便于它取食的需要 但是人呢自从站立起来之后 取食已经用两个全肢代替了 所以呢人的脸就变得逐渐逐渐扁平 我们的嘴唇大小是有一定的 那么它相当于我们目视前方的时候 两个瞳孔中央垂线的这个大小 那么就是标准的 中医望嘴唇 特别注重观察嘴唇的神器 什么叫神器呢 实际上中国的祖先非常聪明 他往往给自己的嘴唇上抹上点油 抹上点彩 使嘴唇显得很明亮 很润泽 实际上呢 一个是明亮 一个是润泽 一个是鲜艳 这三点是嘴唇的神器 所以确实其实我们看到这个 有的人健不健康 你看这个一眼望过去 先看这个脸的第一步 你会发现它有一张就是还很这个 像老师说的很润泽的嘴唇 对 但是我们看到很多人生病的话呢 你就会觉得这个嘴唇或者干裂呀 或者惨白 所以其实这个嘴唇的每个部分 会对应着我们身体的一些健康情况 那一旦出现问题会有什么反应呢 今天我们就准备了一个提板 请王老师呢 来通过提板来给大家详细的解答一下 好 我们这个提板呢 已经准备好了 我觉得通过这个唇型 大家的审美标准可能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对 另外我觉得刚才王老师一直在说唇色的问题 你觉得颜色怎么样 我觉得直观望上去还算是红润 然后有光泽的 当然这是我的理解 就是王老师刚才说的这个神器 我们觉得还可以比较健康 那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呢 请教一下咱们的王教授 好的 这个嘴唇是一个外国年轻女孩的嘴唇 那么我们不谈她的这个鼻子 我们只看嘴唇的话 就会发现她上下嘴唇的颜色不一样 是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上下嘴唇的后薄差别非常大 上嘴唇特别薄 下嘴唇特别厚 而且呢 她左右两侧嘴唇厚度也不一样 这边偏薄 这边偏厚 我们姑且认为她是健康的 为什么呢 我们用她主要来介绍一下 我们如何通过嘴唇来分析 她哪个脏腑出现了问题 比方说吧 她薄薄的上嘴唇 中医认为她可以诊查大肠的病症 而下嘴唇呢 主要可以诊查胃的病症 我们一看她上下嘴唇的比例 就知道她大肠和胃 哪个脏腑的功能强 哪个脏腑的功能弱 第二个呢 如果要是把上下嘴唇综合起来 再加上人中附近 她可以诊查小肠的病症 所以呢 小肠她胃和大肠之间 所以要把上下嘴唇综合起来考量 现在请主持人看看我的嘴 同时呢 我也在看两位主持人和三位嘉宾的嘴 你们说在嘴上 你们以前忽略掉了哪个部分 在我的嘴唇四周围 有一圈一个毫米左右宽 没有毫毛 颜色黄白 而非常明亮润泽的区域 对吗 对 中医叫做唇四白 而且呢我可以告诉大家 唇四白可以反映人脾脏的功能状况 那么给我什么启发呢 凡是唇四白 明亮润泽的人 那么她的匹的功能就特别好 中医说匹是煮运化的 她主要管三件事 第一件事 想吃不想吃 吃得香不香 第二件事 吃完了之后能不能够消化 第三件事 营养归哪去 糟糕归哪去 都归皮管 还有一个自然现象 我不知道你们考虑过没有 有的时候一生气 着急 除了手脚乱颤以外 还有一个动作就是 气得嘴唇直哆嗦 说不出话来 有没有弄清吗 有有有 对 中医认为 肝是主人的情绪的 那么为什么人嘴唇 肝抖说不出话来呢 中医认为 嘴唇里边这一圈 是归肝主管的 所以呢 当肝的疏泄功能不正常了 这个人就会小心眼 所以当人有严重的肝病的时候 他的嘴唇上就会出现青紫色 甚至于会整个的嘴唇会翻卷起来 那么说明这个疾病 已经到了最严重的阶段 好了 那么这就是这张图 所告诉我们的一个小小的嘴唇 可以反映出我们全身 这么多脏腑 其实今天现场呢 有很多热心的观众呢 也来到了我们节目当中 刚才王老师讲完了之后 他们特别的想近距离的 跟您请教一下 那三位朋友愿意上来呢 来 好 谢谢你们三位的合作 那么首先呢 我们看看这位 对 这个阿姨呢 她的嘴唇 大家可以看到 上下基本上是均匀的 而且呢 她的嘴唇的唇似白 很明显 特别是上嘴唇的唇似白 特别明显 我们来看看第二位 第二位呢 她的上下嘴唇的厚度是不一样的 是吧 就像我们这个图板上一样 上嘴唇偏薄一些 下嘴唇偏厚一些 她的颜色也比她的颜色要深一些 大家能看到吧 嗯 那么我们来看看第三位 对 她的上下嘴唇基本上是一样的 而且呢 我们可以发现在三个人里边 她的唇似白 比较明显 是最明显的 对 她的脾气大概是非常暴躁的一个脾气 是这样吗 是不是因为她嘴唇是因为紫啊 还不是 那么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她有比较严重的颈椎和腰椎的问题 是吧 是 经常这个脖子也紧 肩巴也酸 然后腰也疼 腿也疼 这是她目前困扰她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另外她脾胃有火 谢谢 谢谢 来这位呢 我们来看看这位 她呢 您把眼镜摘了我看看好了 可以吗 阿姨 没问题 好的 我们就知道 她的血脂高 这是肯定的 而且呢 她的血粘度也比较高 对 经常腰酸 经常腿疼 我们来看看这一位 她不但整个的脸红 而且鼻头红 而且嘴唇也红 那么她除了颈椎不好以外呢 她有热 那么所有这些问题 实际上都是通过这个脸上 特别是嘴唇反映出来的 那么这些情况呢 我们都可以帮助大家解决 比方说 我们现场有三位嘉宾 是 都有腰腿疼的问题 二三四五四接掌骨 二和三掌骨分叉的地方 四和五掌骨分叉的地方 你们两位都可以做 对 咱们自己找一找 对 具体的 这个分叉的地方 上面是结合的 底下是分开的 这个地方 实际上呢 就比医院管用 因为它只要这么一按 对 这个地方又酸又疼 好了 现在活动你的腰 什么感受 这个能这么快有反应吗 王教授 真的吗 真的吗 这么神奇 这么快速吗 对 所以 所以 最好的药 都在我们的身上 中医治疗这些病症 是立竿见影的 所以呢 现场的观众也好 电视机前的观众也好 如果你们的颈椎和腰椎 经常有问题 而且百智不愈的话 拿出你们的手来 只用两个手指 来重重的揉按 你们的痛苦会应手而解 二和三之间是专门治疗颈椎的 那么四和五之间是专门治疗腰椎的 一个叫颈椎 一个叫做精灵 说的它的效果是非常显而易见的 谢谢我们的素贵 谢谢 来 素贵 谢谢 各位福导 做一下 谢谢 更多疾病 延误早期治疗造成悲剧 就知道这个人快不行了 疾病的早期症状 如何通过嘴唇表达 高血脂 高血糖 高蛋白 高尿酸 绿A养生会 稍后为您揭秘 好的 欢迎回来 这里是由北京浅海 谷谷头医院 特约播出的绿A养生会 刚才王教授 已经给我们几位嘉宾 都看了这个 因为唇色而导致的 身体健康情况 其实刚才我还想 跟王教授分享一下 我也在捏您说的 这个穴位的时候 这突然觉得脖子舒服了 而且好像因为脖子疼痛 导致的鼻子的堵塞 也会有一点缓解 因为这两个穴位 叫做手三里 它可以调整 颈椎之间的关系 缓解颈椎病 同时它可以改善 椎动脉对脑子的血液 循环供应 所以这个地方 不但能治疗颈椎病 可以治疗颈动脉狭窄 可以治疗脑血管缺血 因此才会产生 这么明显的效果 针对刚才我们几位 上台的嘉宾 他们的纯色的特点 您给我们详细地说一下 为什么通过他们的嘴唇 就能看出他们是有这些问题存在的 实际上刚才我不单单是看口唇 也就是说我把五官综合起来进行考量 于是发现了他们所有的问题 这个色诊实在是太神奇了 不过今天我们这个话题 就是深入探讨了解一下我们这个嘴唇 我想请教一下王教授这样一个问题 嘴唇很多人的颜色 我发觉它都是白色的 那白色是出现什么样的一种问题 它才会发白呢 我们人体内部的血液是红色的 因此呢 嘴唇的红色是我们全身血液充足的一个反应 那么假设我们体内的血少了 或者是推动血运行的气少了 那么嘴唇就缺血 于是呢 嘴唇颜色就会变白 所以呢变白 往往是血虚的征兆 白色 它主三种病 第一个是血虚 血虚 第二是气血两虚 第三是寒 那这样的问题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法去治疗呢 王教授 如果是血虚的话呢 应当立刻到正规的医院 找正规的医生去补血 补血 这是第一个 如果要是气血两虚的话 那应当通过吃中药 补气养血 使它的气血得以恢复 如果要是寒症的话 第一个要脱离寒冷的环境 多穿点衣服 对 多穿点衣服 多吃点温热性的食品 对 如果这样还不能缓解的话 那么应当到正规医院 请正规的医生进行调治 好 这是我们说到嘴唇的白色 白色 对 接下来我们再探讨一下 嘴唇有可能还有发黄的一个症状 发黄是怎么回事呢 对 嘴唇黄呢 一般是两种病 一个是脾虚 一个是有湿 这两种情况都会反映在嘴唇上 于是表现出来嘴唇发黄 如果要是淡黄色 是脾虚 说明我们的人体的消化功能减退了 那么这时候应当到医院里边去吃中药 然后调补脾胃 恢复它的消化功能 如果要是整天吃一些高蛋白 高脂肪的食物 然后造成了体内弹食过剩 这个人的形体肥胖 这个人就会出现体重超标 这个人就会出现浑身的脂肪特别多 这个人就会出现高血脂 高血糖 高蛋白 高尿酸 那么这种情况 就必须要把这些个多余的营养物质 从人体内部排出去 这中医就叫做化痰厨师 这是黄色 对 但是我突然想到了形容这个你也说 形容女孩子漂亮 说唇红 齿白 对 那这个红色是不是最健康的颜色 它是不是就没有跟任何疾病有关系呢 实际上红唇是热症的症状 其实也是不健康的表现 是的 比方说吧 我们可以在三种人脸上看到偏红的嘴唇 第一种人就是发烧的人 对对对 可以这么说 烧得越高 那么嘴唇会越红 它和我们整个脸的整个的这个温度 是成对比关系的 所以呢嘴唇越红 说明体内的热越重 对 第二种情况呢 我们可以在更年期妇女的嘴上 看到一种偏红色的嘴唇 女人一生是和妻密切相关系的 那么到了七七四十九岁 月经停止 生育功能结束 那么这个时候 她的嘴唇也往往就表现出来 一阵一阵的发红 能理解吗 能理解了 更年期到了 对 还有第三种情况 就是我们都说 一个人满面红光是健康的标志 实际上呢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当一个人血压升高的时候 这个时候气和血都往脸上冲 于是呢 嘴唇也会变红 所以呢 嘴唇红 会出现在发烧的人身上 会出现更年期妇女的身上 会出现高血压患者的身上 所以嘴唇过红 也不是好事 明白了 那我想问一下 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 白色 黄色 红色 还有什么其他的颜色呢 还会出现青紫色 青紫色 对 它代表什么呢 而且呢青紫色一旦出现 代表这个疾病 已经进入到非常危重的阶段 嘴唇 青紫实际上是缺氧的标志 所以好多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 会出现口唇青紫 甚至身上都是青紫的 很多人 你表面上看起来 他照常吃 照常睡 照常活动 照常运动 照常工作 看起来完全和正常人一样 可是呢 他会逐渐逐渐的嘴唇发灰 甚至于在他的嘴唇周围的唇色白 会出现一圈黑 这就很严重了吧 对 这个时候 有经验的中医 有色诊经验的中医 一看 就知道这个人快不行了 中医管他叫做环口离黑 也就是说 嘴唇周围的一圈 变黑色 都是黄里透清 青里透黑的颜色 一旦见到环口离黑 能劝他立刻到医院 去进行检查和治疗 嘴唇能暴露你的秘密 痔疮痔漏 它可以在嘴唇中为显现 做菜时简单的配料 您有用错的时候吗 它的比例就像 冲三 姜二 钻一 不要早开 精彩继续 好 欢迎回来 这里是由北京风台 潮风医院 特约播出的绿A养声会 嘴唇还有什么 其他的表象吗 中医色诊询 讲究除了观察气色以外 还应当把气色形态 结合起来进行观察 因此我们身上的很多疾病 比方说我们人体的肿瘤 它可以提前在嘴唇上显现 特别是消化系统的肿瘤 比方说我们肛门周围的痔疮 痔漏 它可以在嘴唇周围显现 比方说我们胃肠道里边的寄生虫 也可以在嘴唇里边显现 这怎么看 您给我们继续讲解一下 上下观俏相应 我们先来说肿瘤 因为根据联合国卫生组织的调查 肿瘤的发病率 近些年一直在急速的增加 其实好多肿瘤 特别是胃肠道的肿瘤 在我们的嘴唇上早期就有发现 第一种表现就是翻开嘴唇 那么可能在嘴唇的内侧和牙龈 可能就会出现一些 针尖大小的黄白色的小点 有的时候就表现在上唇细带的下边 第二种表现就是下嘴唇为主 有可能上嘴唇也会出现 会在嘴唇上出现一种紫黑色的斑块 第三种情况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的上嘴唇翻开 翻开之后呢 我们的上嘴唇中央 有一个细带连接到牙龈上 如果这个细带上 长出来了一个或者几个 像小米粒或者像针尖大小的颗粒 呈黄白色 我就知道这个病人已经有了痔疮 而且呢 这个痔疮的位置 如果我们用钟表来表示的话 那么和这个颗粒 黄白色的颗粒 在上唇细带中的位置是严格对应的 比方说 如果这个痔疮长在肛门的前边 它就在唇细带的前端 如果这个痔疮长在肛门的后侧 那么它就在唇细带的后端 如果这个痔疮是外痔 它就正好长在唇细带的细带上 好 今天学到了很多 通过小小的嘴唇 我们已经能够观察出身体 到底哪些部位是存在健康隐患的 所以呢 我们要再次感谢王教授 做客我们的节目 谢谢您 谢谢王教授 同时也要谢谢我们现场的观众 和三位明星嘉宾 节目 最后依旧为您送上的最精彩的美食将至 有请我们的江波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美食将至 我是江波 咱们都是老朋友了 今天啊 王教授又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啊 教给了咱们看嘴唇的颜色 如何辨别身体的健康 有很多朋友啊 通过看了这节目 说我这个嘴唇啊 近期有些发紫 也难怪 您想想啊 这个天气一天比一天寒冷了 经常吃素也不行啊 今天啊 我就在节目当中 教您制作一个 补匹的菜肴 五香 栗子 红烧肉 一听这名就够好吃了 先别说了 咱们先介绍一下 以下的原料 咱们首先要准备 上好的五花肉 还有栗子 那么除了 五花肉和栗子 还需要啊 准备五种调料 你看这里边啊 有这个大料 花椒 桂皮 辣椒 还有少量的香叶 闻起来特别的芳香 除了需要调料以外呢 咱们还需要啊 几种啊 配料 这个配料就是葱姜蒜 它的比例就是啊 葱三 姜二 蒜一 首先第一步呢 咱们选啊 这个五花肉 要五花三层的 把它啊 切成钉子 然后 将锅里的水烧开 烧开之后 咱们干什么呀 咱们把它焯制 你看里面 放在漏勺里头 把这肉一定要呢 要焯熟焯透 咱们姜肉焯好后呢 捞在盘子里边 待会儿啊 咱们备用 这个时候啊 咱们锅里头啊 少放一些植物油 加入啊 葱姜蒜 用这个中小火的 进行边炒 把它啊 边香 边黄 那么在边香边黄 的同时呢 咱们需要准备啊 刚才我说的五香料 咱们把这个 花椒 大料 桂皮 还有辣椒 放在锅里啊 略边一下 把它们都边炒出香味之后呢 把咱们焯好的肉 放在里面呢 进行边炒 这个时候啊 您会闻到了一股啊 浓浓的肉香味 您先别着急 咱们将这个五花肉呢 边熟呢 边透 烹入呢 适量的老抽 咱们找找这红烧肉的颜色 像这个老抽呢 这个颜色呢 充分的边入到这个肉上面呢 别着急 咱们加入啊 开水 然后呢 咱们进行调味 首先呢 咱们加入呢 少许的盐 然后再加入呢 半勺的胡椒粉 两勺的白糖 少加入呢 一些呢 咱们所说的鸡粉 烹入呢 少许的料酒 将红烧肉呢 改成中小火呢 烧熟烧透 咱们将这个红烧肉呢 改成中小火呢 烧熟烧透呢 您快的一扎啊 基本上快成熟了 也就是说八成熟了 咱们把呢 提前焯好的栗子呢 也放在里边 同时煮 让这个肉啊 和栗子的香味 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下一步啊 咱们勾上少许的芡 将汁收浓后 咱们准备好一个小盘 将这个五香栗子红烧肉 盛在盘中 这道五香栗子红烧肉啊 就算做好了 如果啊 您也是脾胃虚弱 建议您回家 制作这道五香栗子红烧肉 咱们啊 利用它这吉祥名 大吉大利 在这里啊 祝您度过一个美好的秋天 本期的绿椰养生会 到此结束了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